我這邊有一個 也是我們在網路上面找到的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這個阿伯他做來博愛座 但是他第一個沒有閉目養神 第二個他其實並不在打手遊 那麼根據這個提供資料 他是拼命在找資料 看看到底哪些人 可以做博愛座 他生怕被正義魔人給糾察出來 被檢舉出來說 你為什麼要做博愛座 王老師 你覺得正義魔人 比老人家還可怕嗎 當然 現在台灣肉收的力量太大 你知道嗎 而且那種網路傳播的效果太可怕了 好 我給大家看幾個正義魔人的 第一個 正義魔人實在是很可怕 人家被開了一張違規罰單 他說你的罰單是某某店 叫警察來開的 如果你不爽要報復某某店 他有違章加蓋兩層樓 可以向台中市政府檢舉 查報拆違建 路見不平 這個最厲害 這個正義魔人 應該是工業競爭吧 好 這個就是 這就很可怕了 這就是標準的正義魔人 什麼意思 他拍了這張照片 小朋友的 對 他媽媽這冬天 他媽媽穿了羽絨衣 結果他女兒穿個吊戈 是 吊戈 他拍下來之後 他又寄給了媒體 就這媽媽 很新媽媽 冬天騎摩托這麼冷 他自己穿這麼厚 給女兒穿吊戈 媒體就登出來了 一登出來 很多媒體都登了這張照片 登了怎麼樣 正義魔人 正義魔人照了 一大堆正義魔人 鍵盤魔人出來 肉搜 肉搜這個媽媽 後來把它找出來 為什麼找出來 因為後來另外一張 可以看到她的車牌 好 把這媽媽一露出來 所有人都留人去媽媽了 後來她就講了一個 她說那天出門的時候 我小孩 我叫她穿衣服 她不肯穿 我叫她穿衣服 她不肯穿 她說我今天穿這個好漂漂 我一定要出去穿這個出去 我不肯穿 媽說後面會冷 她如果冷 我再穿 她是堅持 因為時間不夠 她就讓她上 上來她一直問她 冷不冷 冷不冷 要不要加 她不冷不冷 媽媽 你不要加 你去開 結果這個背後原因是 不是她不照顧小孩 是小孩堅持 是不穿這樣 她不肯出門 所以你就知道 結果這個媽媽被正義魔人 一個正義魔人拍照片 一堆鍵盤魔人霸凌她 被攻擊得一塌糊塗 所有人都把她冠上一個 略童媽媽 從頭都醒掉